第3546集 除了他一个人说话,场面安静到了极点 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望着战场最中间的两个人 每个人内心都在为叶绍阳祈祷 他是人间最强也是最后的希望了 他在为了人间而战 在这座水沽往昔远在鸡白里之外 另外一场没有观众的战斗也在进行着 战斗强度和意义甚至不亚于这边 与叶绍阳那边的情况很像 这边也是三大一 也是一人为主,两人辅助 刀锋与无极鬼王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真没想到你能撑这么久 这话你今天已经说了三次了 刀锋凝重的神色之中透着罕见的疲惫 本来早在一天之前 他就已经到了灯窟游近的边缘 但战过三师的他耗尽了自己的一尊三师神 发力一瞬间就增强了许多 又支撑了许久 之后又耗了一尊 如今最后的一尊三师神的力量也快耗尽了 我不知道你在坚持什么 本来你有三师神护体 我最多也只能封印你 却杀不死你 你却情愿耗费三师神也要苦撑下去 这意义是什么 刀锋也不打话 在杨公子和小九的协助之下 继续地苦撑着 刀锋 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我相信 杨公子有些欺然的声音 透过神识相连的渠道传来 刀锋坚定地看了他一眼 公子 我知道你理解我 这是我的信念 我这么做 一切还有机会 否则 整个人间 就完了 我不说什么 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话 那不是我 但倘若我不这么做 我这么多年的苦心经养 也都白费了 人间涂炭 少羊也会死 我全明白了 换成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是 这还要等多久 快了 就快了 你要相信我 又是一段时间的等待 突然 那漆黑的山洞里 传来了一束亮光 紧跟着的 又是一阵的能量波动 如微风一样 从山洞深处掠了过来 无忌鬼王猛然地转头 往了过去 捣风也瞬间动了起来 不是逃走 而是往反方向 向着洞穴伸处飞了过去 杨公子和小九 也紧随其后 一道无形瓶掌 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隔着这道瓶掌 他们看到了 发生在里面的一幕 巨大的棺骨被打开了 一个巨大的身体 正在从里面坐了起来 脖子的位置 顶着的不是脑袋 而起个圆鼓鼓的球 他们看过去的时候 这球正在一点点的裂开 不断地有碎片掉下来 出现在后面的是一张人的脸 随着最后一片碎片落下 这张脸的样子 也出现在了明光之下 是一个胡须然然的大汉 这看上去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只是深色寂静的威严 甚至透着点凶残的感觉 赤油 这就是真的赤油 上古第一斩神 复活了 在他脑袋后面棺材的外头 站着一个人 双手打开 悬停在了赤油的脑袋两侧 双手不断地释放出黄金色的光芒 覆盖在他脸上到脖子上这段距离 通过口耳鼻想起喷吐着什么东西 是陈小旭 刀锋长出了一口气 转身面对无极鬼王 试图拦截住他 但无极鬼王早就飞了过去 双手释放出了阴阳二气 如烟雾般在洞口处弥漫开来 试图将陈小旭和赤油一起包围起来 就是这儿了 刀锋起身 朝平掌撞了过去 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如今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需要他亲自去执行了 结果一只脚被什么东西抓了起来 拖满了速度 这刀锋心中骇然 照他的推算 这个时候无极鬼王应该是在里头啊 怎么可能会从自己的背后袭击呢 转头看去是 不是无极鬼王 而是杨公子 在用白色的丝带牵绊着他的脚 心思通透的刀锋 在短暂的错误之后 立刻就想到了远古 试图拉住杨公子 但却被他溜走了 这时候 整个洞穴几乎都被阴阳本源之气沾满了 只有陈小旭那边还在支撑 我这阴阳本源之力 天下间找不到三个人能够抵挡得住 你竟然能够抵挡 所以 我知道你是谁了 陈小旭也不抬头 继续对着赤油的脑袋做法 口中粘倒 十八年了 总归又再见面了 我该叫你生师父 陈小旭不语 无极鬼王说 可惜你如今是人类之神 纵然片刻觉悟 也不可能是我这阴阳本源之力的对手 你撑不住的 陈小旭依旧做法不停 那浑身冒出的金光 死死地抵挡着阴阳二七的靠近 但依旧在被缓慢地参食着 趁着无极鬼王做法的瞬间 杨公司打碎了结解 进入了阴阳二七的范围 浑身立刻燃烧起了无名的烟火 痛苦地哼泪声 阴阳二七天下归远 三级生灵 莫不搅上 混沌天魔 你敢硬闯 也是自寻死路 无极鬼王继续跟着陈小旭斗发 缓缓地说道 你们以为靠道方顶着我 背后做这些事情我便不知了 你两天前就来了 一直藏在这儿做法 我不动手 等的便是这一刻 他虽然不知道陈小旭用的是什么法术 但是他很清楚 陈小旭是在清理赤油体内的力气 让他唤醒之后能够听自己的话 这一点甚至比唤醒他还要重要 一个暴虐凶残 试杀成性的赤油 不光会给他无极鬼王造成麻烦 更是他们自己的对手 陈小旭这两天来都在干这件事 道风中了埋伏 导致他被迫硬扛 虽然看上去没什么破绽 但一开始也信了 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没能收拾掉道风 这让他内心缠上了怀疑 这如果道风一心想走的话 这未必没有机会吧 他一心留下 其实是在拖着自己 掩护在里面搞小动作的陈小旭 一直以来 他以为对手是道风 但实际上 道风已经悄悄找到了陈小旭 将唤醒赤油的任务 已经交给了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